大家好,我是大雄 新的一天,以色列继续在为了铲除哈马斯而战斗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第551旅的士兵 与亚拉姆部队的士兵合作 在拜特哈农地区开展行动 定位并摧毁恐怖分子的隧道 武装分子在UNRA学校附近 发现了一个哈马斯分子隧道竖井 并摧毁了该隧道 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摧毁了130条哈马斯隧道 并且开始封入口,拿水烟,火烧 甚至有地方直接把化分池管道 引到哈马斯地道入口 这个想法简直令人震惊 不知道哈马斯人在里面什么滋润 这一切的惩罚在大雄看来还远远不够 有网友提直接把杀中计攀进去 这个方法大雄觉得不太靠谱 为啥不直接往里面放毒气 具体放什么毒气 希望网友们自己脑补 再来说说其他方面 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 哈马斯已失去对加沙北部的控制 据报道,前一天 拜登在电话中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接受加沙地带三天停火 以释放人质 但据称,内塔尼亚胡拒绝了 他表示,不相信哈马斯会真正停火和释放人质 昨天,内塔尼亚胡表示 如果不释放我们的人质 就不可能实现停火 我支持内塔尼亚胡的这一说法 流氓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手信用三个字 哈马斯嗜血成性 同时也撒谎成性 和一个以撒谎为生的哈马斯谈交易 最终将会导致更多人受害 这不前几天 哈马斯又撒谎了 哈马斯发言人接受了BBC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说 10月7日 死的那些平民都是以军队干的 和哈马斯没有关系 吓呀,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 而哈马斯竟然能将这家伙给以色列 诸位,看到这个视频 你一定能理解 为什么以色列不愿意停火的心情了 哈马斯发言人在视频中 还呼吁已孤的阿拉伯人起来造反 诸位,看到这里 你也一定能理解 为什么以色列誓言 要打死每一个哈马斯分子的决心 所以,万万不能停火 最了解俄罗斯的是乌克兰 最了解哈马斯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知道哈马斯不会释放人质 更不会停止杀戮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以色列和美国空军对叙利亚展开了空袭行动 法新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 美国空军F15战机 对在叙利亚的伊朗圣城军 及其附属组织进行了空中打击 在叙利亚 拉塔基亚 驻扎在俄罗斯空天军苏30和苏34战机 还有S300以及S400防空导弹 在叙利亚南部地区 叙利亚防空部队部署有巨大的大马士革防空圈 萨姆6、萨姆8、三毛举、道尔以及凯甲S1 构成三层防空体系 美军和以色列这轮空袭经过精心策划 在周二十二点 以色列电子战部队首先进行了电子干扰压制 随后在二十二点五十分 以色列F16战机进入了黎巴嫩方向 为躲避俄罗斯战机拦截 乙军战机就在黎巴嫩 巴尔贝克地区上空 发射导弹对叙利亚南部 多个防空阵地和警戒阵地 发动第一波空袭行动 叙利亚防空导弹现在看起来 还是相对落后 叙利亚的防空部队的SAM-6 SAM-8和SAM-16防空导弹都比较落后 即便雷达进行了有效引导 也很难击落乙军空中目标 西域军比较先进的凯甲S1防空系统 数量又比较少 虽利亚现在急需一种 可以在中低空有效拦截巡航导弹 和精确制导炸弹的防空武器 第二波空袭行动 由美国空军两架F15战机执行 在以色列战机攻击 叙利亚的防空系统 引开俄军警戒以后 两架美军F15战机 对叙利亚西部戴尔佐尔市区 东部的哈拉贝什街发动空袭 目标是一个伊朗革命卫队 及其付出组织的武器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 此次精确自卫打击 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海外行动分支圣城旅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对美方人员发起41次袭击的回应 巴尔冲突是否升级 以色列说了算 中东是否爆发全面战争 伊朗说了算 实际上现在中东地区 各路反美武装 反以武装后台小老板都是伊朗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科比表示 在整个中东地区 存在严重的升级威胁 到处都是伊朗的印记 我们清楚 所有的风险升级中 都是通往伊朗 但是这话说的也很矫情 叙利亚是主权国家 美军凭什么进驻叙利亚 到处建立军事基地 还赖着不走 抢占了叙利亚的地盘 还不准人家叫来朋友 一起反抗了 在叙利亚 伊朗系武装有8万人 其中包括5到6万叙利亚 当地武装民兵 1万多黎巴嫩珍珠党 和巴勒斯坦圣城旅的部队 还有一万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什叶派士兵 核心则是大约3000多名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成员 而美军在叙利亚就只有最多1500人 部署在戴尔卓尔卡拉和哈赛克城 以及霍姆斯省的坦福镇周围地区 真正打起来叙利亚美军处于绝对劣势 现在大家都等着美国早点下场 大家也想见识见识 这位昔日的霸主还有几成功力 真正的小老板伊朗还没有下场 打的是代理人冲突 讲实话 美军气势上还是输了一筹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就在以色列和美军战机发动空袭结束以后 伊朗革命卫队以及亲伊朗派民兵 就对叙利亚东部戴卓尔省科尼科汽田的美国基地发动反击 大批的火箭弹和无人机密集的打击了美军基地 随后在今天凌晨 伊拉克抵抗组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首辅 埃尔比勒东北部驻有美军的哈利尔空军基地发射的多架自查型无人机进行空袭 并表示无人机直接命中基地内多个目标 据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安全部门消息 美军哈利尔空军基地内当天凌晨传出了剧烈爆炸声 现在这一反击也算有来有回了 现在就连伊拉克和叙利亚民兵组织都敢连续攻击美军基地40多次 美国是军事力量下降了吗 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 但是美国的世界帝国野心已经让美国越来越虚弱 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力量 美国还要争夺南太平洋地区 美国还要看住南美洲 美国还在欧洲撑兵 拿加强北约军制力量对抗俄罗斯 作为中亚地区 美国还在干涉阿塞拜疆 亚本亚的事情 在中东地区 美军在集结兵力为以色列撑起保护伞 对抗整个中东地区 在这个地球上 美国号称是没有边疆的 什么事情都要管 美国三个锅盖 要管十个蒸锅的事情 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 实际上就是扩张扩大 力量就越分散 美国不敢失去以色列 美国不敢失去沙特 美国不敢失去乌克兰 美国不敢失去韩国等等 美国就等于爆了一大堆的鸡蛋 看似很强大 实际上很虚弱 现在还是力度太小了 从现实来看 伊朗带着人武装 还会打击美军 美军还会继续轰炸 而且 以色列很可能还会逐步的升级战士 打持久战 使局势变化 拉美国下水 制衡甚至摧毁伊朗 核潜力和战力 中东地区很可能将在牵制美国十到二十年 争取到一个战略窗口 不管美军帮谁还是不帮谁 在以色列眼里已经不重要了 哪怕中东诸国都帮哈马斯 以军也要彻底的把哈马斯分子清除 不然 这未来的岁月里 总觉得有恶狼在还思 所以 政治斗争爱咋样就咋样了 以色列要的是涌出后患 至于除完以后各国如何斗争 如何谴责 这已经不重要了 好了 今天大雄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